周深长欢迎光临主题剧 啊 啊 Count Gandalf 1989 several days 终于完成 ов HE 同时 我邀请终于 于女儿 我在 自 tief 很好 我 感谢 ket 求到 我们接近 这 都是 猪box 我们 我是 三跑八十首播 热度收视率均获得第一 数据看着很是喜人 内容却让人一言难尽 更让人无语的是 加根内容竟然比正片精彩 我的小老鼠 在经过五一小长假 王牌对王牌三期联播 甚至是让出周五晚的黄金时间 延期收官 只为奔跑八十按时首播 这将为是如此重视 甚至费尽周折 结果却是期待越高 失望已就越大 说实话 看跑男已经成了一种流行 甚至节目中的很多游戏 已经成功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 成为了学生课间和公司团建的必玩项目 比如纸压版撕名牌 这两个游戏可以说是非常流行 而且也是老百姓玩的最多的 趣味性非常的足 现在节目已经播出到第十季了 虽说口碑各种大不如前 但观众还是有些舍不得放弃的 首期节目播出之后 收视率果然相当之高 在各大卫视的收视排行榜上 简直是一技绝尘 直接断崖式领先对手 整期节目主题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笑点相对就有些不足了 不过在这样的豪华阵容之下 笑点不足倒是也可以原谅 毕竟有养眼的帅哥美女也是加分项 当然要说这期节目最该吐槽的 我觉得不应该是正片内容 而是只有会员才能看的加更版 本来这期节目有一个纸压版年帽子游戏 只不过被节目组剪掉了 我的脚晕得很痛 周深感觉你要跳很高 周深你好像要跳一个你 我托你一把 我托你一把 不然你是托你老师 我可以托他一下 托他一下 跳好高 当我在加更版中看到这个游戏之后 我是非常惊喜的 甚至可以说笑点密集程度超越了正片 尤其要说是周深和杀翼 在游戏中周深两次踩在杀翼的脚上 把杀翼腾得各种喊叫 真的是太搞笑了 周深和杀翼这番互动 可以称得上是本期的搞笑名场面 可惜节目组却直接把这个游戏pass掉了 大家都知道 纸牙版一直都是跑男的经典游戏 这么多年了 基本上每一季都会有 而且玩法一直都在升级 这次的年帽子游戏 对周深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他的身高不太占优势 虽然周深不高 运动细胞也很一般 但是在这一派游戏中 我却被他深深圈粉了 周深明知自己努力跳都够不到顶 根本不可能把帽子粘到顶上 但是他却尝试了很多次 坚决不肯放弃 对于周深来说 他已经尽力了 毕竟身高受限 就算是让他站在平地上起跳 也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看到如此努力的周深 郑凯 胡彦斌 沙翼三位决定把他拖起来 这也算是帮他实现愿望吧 在完成任务之后 周深坐在纸牙板上休息 此时节目组把镜头推到了他的脚上 看到这双红彤的脚之后 我真的有点心疼周深了 一唱歌他已经get了我的欢心 那简直是天籁之神 周深就是那个帽子嘛 他要顶那个帽子 然后顶不到 还要拼命地跳 其实那个很 后来周深拉着baby 哇 那很厉害 哇 很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的 说实话 周深玩游戏真的是太平了 宁愿忍着也不愿意轻言放弃 小小的身体承载着满满的能量 周深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难道不就是跑男精神吗 看到周深之后 我真的想到了前几季的跑男 周深如此努力 而且还制造出这么多笑点 节目组却剪掉了这个环节 真的是委屈周深了 要么不要玩 要么就放出来 这么经典且搞笑的游戏剪掉了 剩下那些毫无笑点的游戏 真不知道节目组是怎么想的 跑男的口碑越来越差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样的内容不剪到正片中 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到毫无笑点出 games再来 up 最深就是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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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局连 alternative 不只能够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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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 在那儿的衣服 你要拉我 Oh my god 18 六组当获胜的话 你们可以获得最后的线索 扎哥在运气他